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又開始熱起來了 很多地方到了36、37度 為什麼呢 各位看到萬里無雲 就是太平洋高壓又重新接手了 不過這個是高壓的一個延伸的過程 不是整個高壓犧牲過來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颱風 雲雀颱風 這個雲雀颱風聽起來很可愛 但是不可愛 目前來看的話大概在這個週末影響到日本 不會影響到台灣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那事實上最近熱也是一個成為一個問題 像日本前一陣子很熱 不過現在預期開始會降溫 因為系統會接近 那台灣就開始熱起來了 各地在台北都會35、36度 在未來這幾天可能會越來越熱 請大家要有些心理準備熱浪 會是這一兩個禮拜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那整個我們在整個西太平洋來說的話 這個雲雀颱風會往日本方向接近 接下來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高壓又重新盤踞了 這邊低壓帶已經慢慢開始減弱 所以未來大概一兩週 目前來看的話 有颱風的機會會減小 至少這一週未來還是要看這邊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高壓有未來會往這邊西邊延伸的趨勢 所以要有颱風的機會稍微降低 所以大家最近可以稍微放心一點 但是一放心就是用熱 夏天就是這樣 不是熱就是有颱風 這個時候就熱就來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關心會不會有擾動 的確還是有一些擾動會在發展 我們也話不能說得太滿 只能說下禮拜開始 等於是現在開始到未來一兩個禮拜 有颱風的機率 清洗台灣機率比較低一點點 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這幾天南部也一樣有些午後的雷震雨 明天一樣有 北部少很多 靠山區雲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有一些局部的零星陣雨 禮拜六禮拜天 禮拜一 各位可以看都明顯減少 南部還是有些雨時 因為很明顯的吹得偏南風 所以我們看一下未來這幾天 大致上禮拜四晚上各地的天氣都還不錯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 特別是雲嘉南到屏東 有一些午後山區局部陣雨 東部的花蓮也是偶陣雨 其他地方都是多雲到晴 晚上又開始熱起來了 這個溫度像前一陣子20 有下午後雷震雨 溫度都降下來 這陣子沒有這種午後雷震雨 就開始熱 預計明天的高溫 北部台北還是有機會 突破35、36度的高溫 請大家要心理準備 各地也有32到34度左右 請大家注意一下 炎熱午後有局部陣雨 但是這個範圍量都縮小一點點 我們剛才建議雲雀颱風 周末影響到日本 各位可以如果要去日本的話 一定要注意 當然有時候被延誤一點點 不是說都不能去 會被延誤一點點 你可以觀察一下 日本怎麼面對颱風的 太平洋高雅再度接手了 大致上會持續一段時間 午後雷震雨也減少 這段期間就是高溫悶熱 要預防中暑也要防曬 拜拜